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其一名 娇好的容颜 精湛的演技获得广大的好评 再加上真实自然的性格 更是迷美一大堆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她的穿搭吧 在某综艺中的这套穿搭章鱼起侧变得无公变 加上姜黄色的头饰 可以说是相当的年轻的味道 夸张的耳环搭配一件蕾丝编着白色上衣 看上去就像一个二十出头的软类子 让人完全看不出来 像是三十一岁生过孩子的母亲 这样甜美的搭配你们喜欢吗? 柔顺的黑长直 浅喀色的基调 格纹西装非常合适张鱼起 威领的设计 展现了优美的搏感线条 完美的剪裁显得十分的高级 强大的气场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得到 霸气的同时却又不失女性的干量和女人味 女性的独立感也是被很好地呈现出来 网纱裙比较贴合身材 所以张鱼起的好身材 因为这套礼服凸显了出来 花包领非常时髦 暂时如果脖子不是很长 在小仙女 这样的领子 还是不要尝试比较好 露肩的设计 干净的走线显得优雅 大方波士风格 长发高高的盘起 配上简洁的头饰 下如其分的美让人有些心动 亮金色这样的富贵色 一般人很是难驾驭 因为稍有不慎 恐怕会适得其反 变得非常的重 然而在张鱼起的身上 这样挑剔的金色 却衬托着她的好气质 一种浑然天成的高贵 仿佛女王一般能这样抱住这样的裙子 一般没几个人呢 你们觉得呢 不得不说张鱼起的腿本身就长 再加上这样的穿搭更是显得鲜长 上身一件小香风的外套混搭 那超级短的牛仔短裤 拉伸了下半身的线条 不说 整个看上去特别的挺拔自细 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 用这优雅的魅力 你们喜欢这样的张鱼起吗 图片均来自于网络文章原创责任编辑 您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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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